水里上岗創校已经有25年 四岁的中学教授劳股破顺者严重 而且有下限这次的状况 在这次来提供 也因为年纪失修开始流水 好方这期向教育部 体育数进出经费 希望能够近来进行进修 提供学生安心和安全的运动丢社 水里上岗的体育班拿球队 并上是都在体育管三楼 来进行训练到上口 这是现在驾头看 这些是王四周围看 就都能看到 这些是判骨老骨很凶 让苏星上口是感觉很困难 下大雨的时候都会漏水 我们就是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 就要来清理水 然后就会有时候就会很忙 就是跨滑岛这样 可能就是有时候在练习的时候 那个灯油就会一直滴 不然就是只要有下大雨的时候 那个天花板都会掉下来 就这样 有时候会啊 因为就是可能在练习的时候就突然被滴到 然后就会吓到啊 也会就是很痛这样 室内的球场的部分 就是大概是运动转向在用 所以如果说我们学校还有三十几个班级的体育课 尤其是水里地区这边常常下雨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场地 因为经过二十五年之后的像包括天花板 包括屋顶的落水 包括墙壁的斑驳 这些都需要做整理 那第一个呼应我们的体育专项的一个训练 那最重要还是说我们学校三十几个班的体育课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运动场地 来到水里上海的佛瓜球场也都能看到 四个必须以及这次的劳固现象 后方表示佛瓜球场是附近各种生 以及民间团体 接着前来就营充地板活动的好所在 苏永路警官 求营兴典现年过去稍微的状况 这次在行政营充办这行政典刷杯会 稍后领提供苏警官再来会考虑 希望一等官进出经育来守候 初步我们来了解的 发现说这个室外的球场 它这个军列的蛮严重的 而且最近就即将 这个跟光电厂商要来制作 就是说来盖这个风雨球场 那里面的一个地板 这个我想我们体育会协助来 把它做一个整修 所以看起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天花板做整理 一方面是抓漏 二方面是重新配置这个运动时候的光线 特别是用LED灯做环保的规范 那在这样子的诉求之下 我很感谢体育署王组长 用他专业的评估来跟我们水里商工协调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今年的经费就会到位 那能够尽速的来改善设施 在香港这几年来 努力在部的运动参照 当时也提供团队 让附近学校和民族使用 因此好风景希望 可以在几年都尽速到尽数经费 继续来改善中帝 幸好附近和民族一个安全的运动中手 接下来我们参照 感谢观看